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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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深对自己的帮助很是感谢 周深在节目中不仅综艺效果很好 而且情长非常高 这样的一个艺人怪不得能够得到业界的欢迎 以及粉丝们的热爱呢 大家对周深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相信很多人和小编一样 刚开始呢都是被他的天籁之音所吸引的 纯净的声线空灵的歌声 给人如沐春风般的响声 不过除了订阅之外呢 随着综艺节目的观看 大家对周深也有全新的认识 更多的是被他可爱不做作的性格所吸引了 无论是在哪个综艺节目中 我们所能够看到的周深都是一个宝藏男孩 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欢乐呀 而今年的他呢 综艺资源更是好到爆 各大综艺轮番上 更是在多档的节目中担任常驻嘉宾 《青春环游记》就是其中之一了 在这场节目中 或是搞怪或是可爱 缺了好一波的粉 如今节目接近尾声了 周深更是给大家带来了很多惊喜 周深实力再也藏不住了 春游化身猜哥小天才 导演都已经胡太厉害了 在节目刚开始没多久 他就给大家解锁了新技能 双手在腿后把自己给撑了起来 这个动作可是堪比杂技呢 很是厉害哦 在之后的赛歌环节 周深的实力再也藏不住了 完全就变成了自己的主场 连翻猜中十几首的歌曲 旁边的嘉宾啊 都是沦为了背景板 毫无参与感 就连平时这个环节厉害的杨迪 都被导演吐槽 滑铁炉了 可见周深的厉害 其实在之前的几期节目戏当中呢 周深也是能够很快的参出歌曲 这是出于谦让的原因吧 都让给了嘉宾或者是其他的小伙伴 这次收官之战当中呢 肖战也想给自己留个高能时刻吧 导演吴童都几乎打得太好了 值得一提的是 在这番表现之后 周深再次开始谦让了 有些歌曲都不去猜 而是让其他的小伙伴们去猜 给他们一些参与感 这也是相当的暖心了呢 难怪会有这么多的网友们喜欢他 谦让低调的性格 真的是太稀粉了呢 周深憋气67秒后好评 可是弹幕的评价却太意外了 这只高级很棒 听过周深歌曲的人 应该都知道他的实力吧 清澈空定的声音 如是天籁般带给大家听觉的享受 不论是大鱼的深情浪漫 打拉崩巴活泼欢快 还是其他多种曲风的百变音韵 都让大家着迷不已 尽管很多人诟病 周深本人的真人秀表现 但是在音乐领域不得不承认 他确实是优秀的 否则也不会时隔多年 就凭借了我是歌手这档节目就爆红吧 实力肯定是不可小觑的 近日周深在他的常驻综艺节目 《青春环游记》中 就展示了他有实力的一方面 在猜歌的环节 直接换身为音乐小天才 说一首就拆出一首 对音乐的熟悉度相当了得哦 不过很遗憾的是 在憋气的环节 周深就被网友高级黑了 本来节目组要求 五个嘉宾憋气150秒 因为前面几个嘉宾不太给力 所以最后的67秒 全靠周深一个人来完成 对于歌手来说 这还是小case 周深轻轻松松松的 就完成了憋气的任务 同情的嘉宾都好评不已 尤其是周深还中途说话 更让大家直呼太厉害了 虽然周深表现得相当棒 但是看到弹幕上的评价 就太恶意满满了 原来在周深的憋气过程中 弹幕中的网友就疯狂刷 华晨宇 一系列的拿周深来衬托 华晨宇的评论 刷了好多好多 花花轻轻松松就做到了 花花一个人就100秒了 这个游戏应该让花花来等等 这一系列的神操作 也是惊呆的大家 没想到这个丝毫和花晨宇 没有关系的节目 居然弹幕就充斥着 花晨宇的好评 这是在高级黑周深吗 两个人同时是歌手 没必要这样尬黑吧 只是一档综艺节目 憋气的时间长短 也不是真正的音乐实力 只是综艺效果而已 小编还是想说 看综艺还是专注点比较好 不要cue到无关的人 这不仅为节目中的 嘉宾的尊重 也是弹幕礼仪的基本体现 难道做一个有礼貌 文明的网络人不好吗 网友朋友们 你们觉得呢 吃瓜不挺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图石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